大家好,我是五仔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娛樂的習感 什麼都講一下,有些要跟大家先跟進 三宗事情,三宗其實都看起來很嚴重 最嚴重的那一宗先說 薛凱琪IG報喜出院 吃完白粥有得窩 因為之前她是右下腹位置劇痛 痛足一晚就決定入院調查 說她剛剛生日說狂吃東西 可能吃到腸發炎 入院後兩天就沒有吃東西了 只是吊鹽水、葡萄糖水 醫生堅持要她成功餓得出 排到便才讓她出院 她乖乖地在醫院等餓餓 IG上Fiona終於報起 貼了一張在病床上自拍的照片 她說幸好不是拍照片 她說我終於出院了 現在一天吃兩餐 每餐吃到半碗白粥 幾天沒有工作 沒有看到其他人的跨底下 讓我 悶到在家裡放了眼影 不知道她在寫什麼 嘩不是說 她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也力氣做什麼 嘩寫什麼 寫到暖聖的 IG那些 有些人都說她寫到你自己才明白 有些人會明白 總之她沒事 但是看到她的字 力氣做什麼 她真的這樣寫過 也沒力氣做什麼 噢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她好像沒什麼力氣 所以暫時休養 她能夠出院 沒事了 可以出院 恭喜Fiona 另外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之前有報告張智琳是退休的 快了 她說五年內退休的 現在她老婆說我不讓你退休 繼陳百祥之後 陳百祥說了不回TVB 轉頭又回 現在Chilam也是這樣 Chilam有沒有自己說過退休呢 是有的 我不記得什麼時候 而我在Facebook說完她的新聞之後 你知道吧 Google那些很厲害 你說過什麼 寫過什麼字 打過什麼在電腦 她轉頭又彈回 你說過差不多的東西 給你看 其實我沒有追蹤張智琳的Facebook 然後 無緣無故有個網友 叫張智琳吃屎 家產 真的 不斷拔她 你什麼時候死 不想看到你的死樣 類似這些說話 我對Chilam肯定沒事 但是她真的這樣說 然後我看到Chilam回覆她 這麼多留言她不回覆 她回覆這個 她說你快看不到我了 其實她真的想退休 但是她老婆不讓她退休 Chilam退休宣言 被小小蛋回頭 就說她現在一個月 有過千萬的代言費 哎呀 她老婆不捨得 她下閘拒絕Chilam退休 近來這個披荊斬擊的哥哥 曬曬冷真人數 你看來看去最英俊是誰 有些網友就說 她跟我說 五仔這些都是上去找北水的藝人 你應該罵他們的 這樣跟我說 那你有沒有叫我罵古天樂 我會不會罵古天樂 古天樂也是找北水 張學友大陸巡迴演唱會 你會不會罵張學友 那你不是說回大陸賺錢 就要罵那個 香港以前有很多人回大陸做事 就是九十年代初 二千年頭 二千年頭 那些人開始回流回香港 說上面做廠沒得什麼 喂 其實真的很多人在大陸做廠 以前回大陸賺錢 就要罵他們 不是這樣 你說她做過什麼 其實她們做過什麼 做藝人 我對藝人都沒有希望 你期望她做什麼 你期望她可以幫你反過什麼 他們不是超級英雄 他們只是普通藝人 你猜她真的是韓六十八獎的郭靖嗎 對一個藝人 你有什麼期望 對她在政治上 我完全沒有 有些人會覺得 起碼她可以發聲 發聲那些 就走去台灣 不是罵不罵 我們叫做 我不討厭這些人 我覺得是她賺錢 那你在香港賺錢 那他們這些 其實早就回大陸了 就是初代的 之前也說過 請那些古惑仔 古惑仔 大陸就很紅 還有那些星之六業 我早就講過這些歷史背景 你們想罵 就你們罵大聲一點 等一下我講得不高興 一會兒有些不知什麼顏色 走過來說我這裡是什麼型的大台 有些人說 什麼 吳仔 什麼顏色是不犯法的 這樣跟我說 我說不是 如果被人說是什麼顏色的大台 是犯法的 要拘捕的 就已經監獄就坐過了 出回來的那些都自己失蹤了 有些曾經很大聲的那些又消失了 有些還沒坐完在裡面 接著民陣要解散 那些黨媒都說 你不要想著什麼 我現在抽後 XXYZ 大台是犯法的 你認什麼顏色是沒問題的 我這裡不能說的 你們做觀眾 你們要分清楚 你是觀眾 我是主播 主播講的東西未必適合你聽 但是我說的東西 至少不能害羞死自己 你要明白這件事 好嗎 你跟我的朋友 聽我說話 就是另一個版本 但是我在這裡說的娛樂新聞 你就不用想得太古靈精貴 這些都是我從小到大看的藝人 意思 不過你說出爾反爾之前說過 退休現在不退休 原來就是他老婆說的 那怎麼說呢 就說 六位香港藝人 多年行內的月曆 其中入行三十年了 張志琳 就在這個節目中的應老 就表示要退出 拍節目都是為了粉絲 給我喜歡的觀眾 看到我幾面 是的 其實藝人總有一些喜歡你 總有一些不喜歡你 之前說過 有些不喜歡你的人一定是欺負你的 欺負你的 但是欺負你的 例如你要開演唱會也好 開棟篤笑也好 做什麼都好 他未必在你身上花一元 但是喜歡你的人 就算他沒有說什麼 他喜歡你 他就會買你的東西 或者光顧你 看電影什麼都好 其實做這一行就是這樣做的 他就說我是為喜歡我的觀眾 看到我幾面 我才在這裡 但是他說 他老婆馬上下閘 我不讓你退休 我不讓你退休 這樣 由於其實 Chillam 有叫做力 就是這樣說的 不少商家 希望他在退休之前合作 所以 就是鼓他廣告 說了退休 反而賺多了很多錢 哇死了張志琳不做了 趕快找不找不找不找 這樣 最近忽然多了很多廣告代言演出 傳他月入過千萬 這些一定都不出奇 一定不出奇 之前說楊千華一個節目都說八百萬 是不是 那你張志琳 熊還是楊千華熊呢 你說 是不是 加上這麼多廣告代言 我覺得 你罵他是不影響他賺錢的 我罵他都不影響他賺錢的 只會 就是 很多負能量 我覺得就是 不喜歡就不要看 我經常覺得不喜歡就不要看 有些不喜歡我也不看 所以你說 鵬仔為什麼你講這些不講那些 其實我 我喜歡就講 我不喜歡就不講 我不喜歡就不看 真的這麼簡單 是個人喜好而已 但如果你不喜歡他 又要罵他 那你的心會不會在地獄呢 是不是很痛苦呢 其實我覺得 這篇文章就讀一下 之前他說退休 現在他老婆不讓他退休 真是慘 其實他也不想做 這也有什麼所謂 就是啊 那些錢 一千萬我給你 普通人一千萬都找不到 他越收入一千萬 過千萬 人民幣 是不是 他那些錢是用不完的 他老婆不讓他就說 貪心 貪真錢 貪得無厭 那他老婆同時跟他老公在北上拍攝的靚靚 就半開玩笑 就跟身邊人說 不用理他 他說退休 你想多了 那老婆真是死 我有一天如果我要退休 我老婆不讓我退休 我真的 你不退休 我們就行嗎 拜拜 最重要的 但是 真的很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套媽媽的神奇小子 像蘇華偉一樣 他不想做明星 我只是想做另外一些事情 他媽媽說 先拍完這個 你拍了多久 先賺錢 但是蘇華偉又和張智霖不同 蘇華偉需要那個錢去過生活 但是張智霖不用做 真的很慘 有這樣的老婆 硬逼他老公不讓他走 那袁詠儀呢 就見老公說玩真人騷 又肯唱又肯跳舞 都開心 你還做得你就做 這樣 節目呢 就說 預計到10月 今個月 就27號 50歲生日 原來張智霖 他說已約了其他參加者 就吃飯開派對 至於呢 兒子也跟回大陸 啊 也都接下來 9月就準備回香港開學 這樣 幾個月又賺幾千萬 唉 真的 真厲害 哈 中國人口多 那個北水 十三億人民 個個啤一毫子 你也不得了 是不是 那 是啊 但是呢 如果說穩真 有些呢 就是做廣告啦 有些呢 就是好好人緣的 喏 這宗呢 就厲害了 看到呢 東方日報那邊呢 就這樣說 傳 馬俊偉 大家知道馬俊偉 現在在港台就厲害了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創意觀 馬俊偉又創意觀 又傳他呢 承繼了粉絲一億的遺產 那麼馬俊偉呢 就說真是 什麼都有 他說 他看過這個標題 就說 那麼厲害 那麼厲害 那麼下面還寫一億 還是十億 那什麼事呢 近日 聖傳有粉絲 就留下一億巨額遺產 給藝人馬俊偉 但是條件呢 就是 將這筆 款項 一定要用作公益 和文化事業上面 傳聞就越炒越熱 不知真還是假 我現在先研究一下 如果有人給我一億 你說一定要公益和文化事業 那真的不是給我 是不是 那又怎樣 拿一億去扔在基金上 然後讓他滾錢 賺了錢 然後拿去幫人 還是成筆過 讓他扔下去 你幹什麼 都不是過我的袋 又或者是這樣 他生的基金出來 那些基金生的息出來 有九成拿去做公益 一成我代 好像賭神那些 又沒什麼好處 馬俊偉我相信 他這些是不仇衣食的 是不是 很多藝人都不仇衣食的 其實他真的 做了二十年前 應該是男一 那時候買樓 又定職速 又回到大陸登台 一千幾百萬 真的是 對他來說 一億 我覺得 其實一億和五千萬 三四千萬 其實是沒有分別 馬俊偉接受傳媒訪問 他聽到這個傳聞 他其實 立刻否認 神經病 他更加說 保健感的事 有什麼證據 他說我不想這些傳聞 騙殺我多年的努力 其實他不想 有些人會覺得威脅 說很棒 好像有些 有些說 粉絲很有錢 又幫他這樣 又課金給他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馬俊偉這些 沒有啊 喂 我是真的做演藝 踏實 錢自己賺回來 不是有人包我 把所有錢給我 還有 你如果全都是當真 你政府真的追他遺產稅 無緣無故多了一億 不是開玩笑的吧 馬先生 稅務官跟你聊聊天 是不是 嚇死人 你以為有錢很過癮嗎 沒有錢以為有錢很過癮 你有錢 你會發覺 太多的錢 那些錢是放在銀行 那些錢不是你的 或者是放在基金上滾 不是你的 你當你有層樓 根本有層樓你住 而且其實你在這個地方聽著我 其實你在踏那個階磚也不便宜 你已經在擁有那個空間 是不是 香港人最缺的是什麼 最缺的是安全感 你以為那些錢真的是你的 是啊 很多人都很有錢的 但其實那些錢是放在銀行 之後他就在社交網發文 就說 嘩 有人傳聞一億還寫十億 又有傳聞 還要搞到我新聞界的朋友 說我有個粉絲離世 留了十億給我 唉 什麼都有 然後加一個笑到哭的emoji 言語間帶有點無奈 有網民留言問他 什麼貨幣 他回應 不是貨幣的問題 問題是倒嶺都沒有 是不是 有啊有啊沒有 他現在說沒有 有網民就開玩笑了 就說 什麼 留十個老婆給他就對了 他就說 什麼 當我餵小寶 其實馬俊偉有沒有拍拖 我沒有聽過他有另一半的 是不是 好像沒有這些緋聞 他什麼 修佛星先那些 完全沒有 他沒理由沒有女朋友 人家覺得他好仔 是不是 是不是 對吧 雖然馬俊偉就否認以上傳聞 但無疑他近年拍了不少深度的電影和舞台劇 最近更成為本年度無線藝員訓練班的校長 是真的 這個傳聞 他又無線又講台這麼厲害 現在親自落場指導二十六位學員 當中不少的學員都很厲害 又跳舞又功夫也可以 又稱讚學生又乖又高班 高質 視他們是那些師弟妹 他不時是苦口婆心和他們研究前途的問題 他說很多學生都有家庭負擔 我叫他們不要放棄學業 考完學位先 他說這邊兼職 他說如果公司不准 他說我跟公司說 他們很生性的 很聽他說 嘩 這麼好嗎 盡惠 公司 嘩 嘩 嘩 這邊兼職 真的做特約了 之後又會不會跟他簽回傳約 要跟要跟足一點 不過 他說他包你 可以就行了 這些人格擔保來的 你是校長 你說可以的 因為TVB 如果別人簽你 你不簽就可以做特約 特約就有一輩子了 不過現在難說 現在全轉了 TVB這麼等人用 對吧 馬進偉自然相當嚴格 他說上課好像軍訓 他指望學生能夠是得藝雙興的藝人 講到新動向 他透露 其新開的藝術學校 將擴建置去內地和新加坡 哦 這麼厲害 北水了 而他任職創作總監的電台 就會全力推動殘奧 希望增加大家的關注度 對 之前殘奧我都說 要的 蘇華偉那些 是不是 反映出一個問題 一個這麼勁抽的殘奧運動員 你怎麼會讓他不起的 香港政府 是不是 大家關注都不要緊 香港政府一定要養著運動員 他是為我們的城市 為我們的地方爭光 是不是 希望多些人做 有心的人做這些事 這麼多年馬俊偉不進來都不做這些事 我們其實 我們忽略了這個社會太多的人 那麼 拍劇方面 他說因為拍劇時間太長 和很難兼顧 他說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攻心計二》的《深攻計》 又是他最後的劇作 就是他自己都不行了 累啊 通宵 拍劇很辛苦的 你以為好玩嗎 不好玩的 真的不好玩 那麼他們做男一的 走得掉 有個穩定收入 有自己的職位崗位 都不玩那些事情了 那麼 對 那麼他這套應該是播了 他說是最後劇作的 不拍的了 其實他保持得挺好的 這麼多年都不變 我希望他可以自己講一下 怎樣可以養生 他的樣子是耐勞一點的 對 那不錯啊 說完了 今天的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再聽聽這些八卦的東西 或者什麼 訂閱我的頻道 Like、Subscribe、Pay Me、Long、Long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見過 拜拜